近日,预计爆料陈浩铭和蒋丽莎婚姻亮红灯 陈浩铭早就嫌弃妻子蒋丽莎了 但是碍于老婆给她生了四个孩子 若是提离婚的话,没准会被骂出圈 暂时不敢轻举光动 结合杨迪抛弃相恋17年女友仪式 男明星在圈内若是不好好对待妻子的话 网友们第一个不支持 尤其是给陈浩铭生了四个孩子的蒋丽莎 蒋丽莎从2011年开始 接连在2013年 2014年 2016年连续生下了四个孩子 短时间内连续多胎都是抠腹产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鉴于蒋丽莎是模特出身 经常锻炼身体 能够承受住连续抠腹产 普通人千万不要这么做 很危险 如今37岁的蒋丽莎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蒋丽莎的近照曝光之后 网友都不敢认 脸部明显衰老 苹果及增量 应该是做了一美没有回复过的 蒋丽莎的发际线明显厚异 看来生孩子的还是很伤身体 对于这样一个一心为了家庭 连续生育的妻子 陈浩铭若是对他不好 相信网友们都会不同意 其实陈浩铭并不是第一次被爆出婚变 上周的时候知名大帝还现身爆料陈浩铭十分愣劲 在内地专门养了好几个小三供他消遣 对于丈夫在外养小三这件事 蒋丽莎是心知肚明的 对此事毫无怨疑 甚至还能和他们和睦相处 专门拉了一个家族群沟通感情 当时看到这一爆料的时候 不少网友表示离谱 回三观 不能相信 但是鉴于之前圈内爆出的瓜越离谱 最后都被验证是真的这一点来看 陈浩铭和蒋丽莎或许真的能做出这种事情 对此有知情网友表示一点不稀奇 陈浩铭早就被爆过 拍戏的时候和女演员搞剧总夫妻 但不是女主角 都是选择十八线不出名的女艺人 除此之外 陈浩铭也多次因为绯闻登上娱乐头发 甚至还带着妻子出面道歉求原谅 好不丢人 陈浩铭在和蒋丽莎结婚四个月之后 就被爆出醉酒飞离女艺人陈家环 对其又亲又稳 遭到了当事人的指控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陈浩铭带着妻子公开道歉 华生铭才平息时钢 死后没几年 在拍摄天天有喜之人间有爱的空荡集 陈浩铭在被爆也会长发女子 两人互动亲密 登上了娱乐新闻 两人结婚十一年的时候 就被媒体大爆婚离 但是遭到了蒋丽莎的否认 称夫妻感情很好 并未婚变 但还是被细心的网友发现 陈浩铭私下打赏了网红240万 出手相当破终 蒋丽莎从和陈浩铭结婚开始 不是给她擦屁股 就是在给她生孩子 但是却没有得到丈夫的疼爱 陈浩铭不仅不顾驾 更是连续被爆花边新闻 让妻子难看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都说圈内是空穴不来风 既然有余计爆料陈浩铭私生活混乱不堪 甚至包养多个小三 就能说明真的嫌弃糟糠之妻了 只是现如今陈浩铭随便和女方提离婚的话 势必会遭到全网攻击 相信她不敢轻易这么做 毕竟毁了演艺事业就得不偿失了 谢谢大家